灵魂家族是通过能量场和灵魂而连接起来的 并非通过种族或者血缘关系 他们在恰当的时机给彼此带来无条件的爱 还有支持 他们有着共同的使命 我为你的存在充满着感激 我们是合一 灵魂家族的结构是开化的宇宙中的社会架构 它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灵魂家族是由相似起源的灵魂组成的 连接到了同一灵魂的层面 在几十年前 抵抗运动的成员得到了建立灵魂家族的指导 目的是让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变得和谐起来 他们对此表示出了开放的态度 并且花费了四到五年的时间来转化他们的社会 通过遵循那些指导 通过内在的指引和互相配合 他们共同创建了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 现在地表社会也被给予了相同的指导 地表人类也会经历相同的重建过程 现在也是时候开始这个过程了 当前地表人口关系存在着很多的分裂 并且全部受到了矩阵的控制 对于关系 这个基本概念的理解 也被人扭曲 电影《黑客帝国》当中 很准确地展示了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地表上的每个人都配合着矩阵的运作 就像特工史密斯在电影当中所呈现的那般 每个人都是这个矩阵的一部分 人们已经让这种奴役的状态伸到他们的骨子里了 矩阵的这种结构 让我们在摆脱它的时候 会冒着比较大的风险 你会陷入困境 基本上来说 一个人目前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是留在矩阵当中 你出生了 你四岁的时候 去上幼儿园 七岁的时候 读小学 十二岁 上中学 然后读大学等等 后来 你找到了一份工作 你在二十七岁的时候 结婚生子 最终 你退休 在七十二岁的时候 去世 你也会有假期 在周末 当孩子们还在睡觉的时候 你也会有休息的时间 整个过程 都是如此的精心设计 你知道在什么时候 该说什么 该做什么 以及如何行动 很多人都选择了 很多人都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 因为它安全 并让人感到舒适 这很容易做到 可是并不健康 你变得不快乐 你变得压抑 情绪 情绪低落 内心空虚 然后 你问着自己 我都在做些什么 第二个选择 则是创造突破 你突破了这些编程 从短期来看 这确实困难 可是从长期来讲 你受益非凡 然而矩阵 会对此做出反应 它会想尽一切办法 来阻止你 让你失败 你会受到你的伴侣 孩子 好朋友 甚至是宠物的控制 它们都被设计 来控制你 然而 每次当你做了一些 编程之外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突破了一点点 刚开始 会有些痛苦 但是当你突破的时候 当你越来越多的 拓展你可以影响到的 领域的时候 你就会有更多的选择 你与真正自我的连接 也得到了拓展 因此 要么我们倾听恐惧的声音 被拘不前 要么 我们就战胜我们的恐惧 大胆前行 关键 是要做出改变 我们中的一小部分人 将会成为先驱者 他们会挣脱束缚 并走上改变的道路 他们将创造出 天堂一般的实相 通过分享抵抗运动的招募规则来看 目前 地表世界 还没有人做好接触的准备 还有一些协议 将会帮助你做好文化冲突的准备 当你面对面的 与外星种族 进行接触的时候 比如说 毛素星人 是一个不同的种族 与他们的会面 会让人感到震惊 很多人 或许会惊慌失措 在抵抗运动账目规则发布之后 人们的反应 说明了这一点 即便有些人 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然而 实际上却没有 阅读文字 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你也可以在梦中 梦见飞船 降落在你所拥有的土地上 但是 当一艘实体飞船 真正降落在你家后院的时候 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更不用说 与外星种族 和他们的社会成员 进行互动了 在接收到这部分信息的人当中 只有一小部分 会经历完整的过程 其他人 则是循序渐进 在事件发生的时候 人们最终会不得不去面对 他们一直去否认的事情 他们需要看到 他们生活在一个被媒体 金融等等操纵的虚假世界当中 这会是一个挑战 但是 这也是最容易接受的部分 第二个层面 就是去意识到 宇宙当中 还有其他外星存有的存在 其他星球上 也存在着各种生命的可能性 去接受这个事实 而不仅仅是通过电影 或者阅读小说中的虚构部分 这会颠覆人们的认知系统 第三个层面 就是去了解 地球 曾经存在过多少黑暗 还有那些被掩盖的事情 比如说虐待儿童 过去发生了哪些事情 造成了哪些痛苦 事件后的下一个层面 就是人们 要去面对他们的性能量 宇宙操控的基础 就是对性能量的操控 这对地表人类来说 是最大的挑战 每个人 都要经历这些过程 这个过程 已经开始发生了 并且会在事件的时候 达到高潮 事件之后 还会持续地进行下去 稳定这个过程的关键 就是大家 以灵魂家族的方式 聚集在一起 中文字幕作为宏盛